一条可怜的松狮犬流浪在高速公路上 一次次横穿马路都把路人吓得心惊胆战 它来自哪里 又流浪了多久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它的故事 一位客车司机找到我们 他希望我们能够救助一条流浪狗 为了了解情况 我们跟着客车司机来到郊区 透过车窗 我们看到了司机所说的那条流浪狗 仔细一看 原来是一只松狮犬 这种犬种很少见 它站在路边 穿着得体 看起来就像是大户人家的宠物 善良司机带着食物下车 来到桥下给流浪狗投喂食物 从地上的两个碗可以看出 司机一直都在照顾这条流浪狗 司机扯着嗓子呼喊流浪狗过来吃东西 然而胆小的流浪狗却朝着反方向越走越远 为了更加深入了解这条流浪狗 我们立马就跟了过去 只见它躺在马路中间的护栏下面休息 然而两边都是来来往往急驰而过的车 如有不慎 就会被车子撞得血肉模糊 可一旦有人靠近 流浪狗又立马起身离开 真的太吓人了 我和我的队友着实替它捏了一把汗 索性这里的高速公路还没有正式通车 车流量较少 我们一路跟踪 流浪狗最终又回到这个大桥下面 因为在周围几公里的范围内 也只有这里才有吃的东西 当它吃完以后 又开始漫无目的地流浪 和刚才一样穿行在来来往往的车流之中 还逼停了几辆车子 走累了就躺在路边休息 看它身上穿的衣服 精致且漂亮 它的主人一定很喜欢它 从这一点判断 它的主人没有理由抛弃它 也许是走丢了 才会流落街头 为了找到流浪狗的主人 我们制作了很多宣传单 张贴在周边有人的地方 同时四处打听关于它的消息 可忙碌一天依然毫无收获 又考虑到流浪狗的安全 我们不得不急着展开营救行动 我和我的队友在大桥下安装了陷阱 在碗里倒入狗粮 然后静静坐在车里等着流浪狗上钩 大概过了一个钟头 流浪狗回到了这里 当它完全走进陷阱的那一刻 我们立马关上铁门 流浪狗也被吓得惊慌失措 还好这次的营救行动非常成功 流浪狗被关进了太空箱里 它很温柔 不吵也不闹 与此同时 善良的客车司机也刚好经过这里 三步并两步就跑了过来 看得出它真的很喜欢这条流浪狗 平时工作忙 这或许是它和流浪狗见的最后一面了 流浪狗接着被送上了车 结束了流浪生活 来到宠物医院 流浪狗表现特别乖巧 给它剃完毛发后 有给它做了全身检查 结果显示很健康 唯一遗憾的是 我们无法找到它的主人 接下来我们也会尽自己 最大的努力继续寻找 在被主人领走之前 它会被喜爱它的爱心人士领养 同时也谢谢那些 帮助过流浪动物的人 使用这种信息 离开灯后 它会成的 帮助用这种信息 它会干脾子